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珍小玉 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上证指数升4点 报3,525点 深证城指升99点 报12,500点 护心300系 跌不足1点 报3,711点 恒指方面报21,369点 升59点 刮记指数9,370点 升54点 大市成交118亿 这次嘉宾请来Stanley 和我们分析最新的市况 Stanley 你好 你好 Stanley 看到港股八年跌了 现在反弹60点左右 恒指曾经在21,000点附近呈现超买反弹 不过夹晚港股ADR如是今早的港股仍然偏远 因为昨天ADR也走势一样 盘中表现是否都会视乎内地股市的表现 而且市场上又没有太大利好的消息 如果反弹也不会反弹得太多 是吗 其实可能先说大市近期的走势 刚刚都提及到的了 就是说有个八年跌的情况 其实你看看港股本身 都不多吹远这些状况 你可以说 连续这么多日下跌的机会 本身都不是这么高 但是这一段时间的形势 真是不理想 如果大家回顾这段时间 有发生过什么事 都是很多外在因素 都拍着港股的投资气氛 一来又真的可以说很快 到下星期的时候 又会有个比较可能长一点的假期 另外在12月份的时间 都真的有很多接种以来 有比较多的一些 可能可以说比较负面一点的消息 一来就是说在上半段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出来的数据又不是很理想 而且大家看到人民币的回率 有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这些因素都是令到 似乎港股这一方面 受到比较多的拖累 而且外围也是 你看看美股自然在12月份的时间 基本上走势都不是很理想 甚至你可以说 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因为也有美国加息这个预期 你可以说在12月份的时间 传统上可能比较像是 可能比较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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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年又真的是 完全是两回事 而且也都 看到很多公司 有很多 有比较多的 我觉得也未必是 虽然今天你见到 港股有个反弹的势头 因为经过8年跌后 也有个累积了一定的跌幅 有个技术性的反弹 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 你见到整个形势上 港股也有个比较像是 一个大一个的下跌 但是暂时来看 21,000点 都是一个比较像是 一个短的支持位 你见到 昨天大市跌下去的时间 都叫做跌不穿21,000 似乎都反映 较到之前的大市的调整幅度 我之前也曾经说 大市大概是22,000 即是22,000 23,000 这个水平就叫做上落 跌穿了之后 如果下面的调整幅度 就是21,000点的区间 所以21,000 就有些技术性的支持之下 有个反弹感是合理的 但问题就是 即使弹上去也好 大家也不会预期弹得多 如果你问我的话 可能这一转的反弹 可能你说它大概是25,000 25,000 25,000 26,000 可能又真的差不多 因为始终市场上 都真的没有太多的利好因素 而且现在对于港股来说 我想大家要留意两个方向 即是哪两个方向 这个基本上 都可以说是 现在恒指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上升 最主要的原因 今期一也是之前提及到 就是人民币这个因素 因为 其实大家也提及到 一些买中资股 因为现在 你见到 甚至成文股里面 很多是中资股 但以为你买中资股的时间 基本上 你贪到盈利的增长 比较快 以及 贪到人民币的汇率上升 但问题是 这两个因素 以往一个利好的因素 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利淡的因素 因为大家见到就是 你的盈利增长 是会 现在不断放慢 其次就是 人民币的汇率 在下年的时间 依然有一个可能是 下跌的风险 所以变相之下 很多的中资股的股值 都真的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调整 这一下也令到可能港股本身 就是说下年来讲 都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叫做一埋 其实随此以外 有一个比较上 我想都是比较实际的因素 就是说 某些人经常都说 恆指很便宜 就是 PE低 好像很划算 但也不要忘记 就是说 你看看恆指成文股里面 本身 现在基本上很多的股份 那个盈利的增速 其实是很慢的 大家见到这个状况 你也可以说 这是旧经济的股份 你根本上 横顾里面来计 只有腾讯 你可以说是一个新经济的股份 但你看看同期的 好像道指那边 你见到 当地的一些IT的佔比 其实相比恆指高 即使当地有些叫做工业股 但工业股 都是比较高的科技 所以你可以反映 就是说 因为你本身 在恆指成文股里面 你的股份都缺乏增长 所以恆指的股值 你很难会推上去 所以你可以说 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 其实恆指在之后的走势 我自己预期都不是太过乐观 但是 更加突显你一个现象 就是炒股不炒市 就是你说很多时候 很多股份的表现 都真的可以说是 远比恆指高 所以大家可能有这些概念 就是下年的时间 但是其实你预计 可能恆指高的变幅 都真的不是很大 甚至乎都依然有个 下行的调整的空间 但是可能你说 很多的板块 很多的股份 可能那个的表现 往往会比恆指高的优胜 所以暂时来说 我自己预期恆指高的 你预讳有一弹的 但是预计反弹力的力度 不会太高 明白了 Stanley非常详细 帮我们分析了一个大事 再跟你讲一下一些个别的板块 讲一讲内房股 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昨天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 要求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会议同时也提出 要化解房地产的库存 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扩大有效的需求 稳定房地产的市场 其实不单止 刚才在工作会议中放了封 其实早前前几天 主席习近平也在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会议上面 提出化解过性产能 其中提出四个殲灭战 要去帮房地产去库存 其实中央都很大力去支持内房的板块 那你会否都看回内房的前景 内房股一向我都看得都是审慎乐观的 如果以大型的内房那些问题不大 我经常都说要买的话 要买中海外、华文字 这一堆 这些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说去到要去库存 当然你说内地很多的口号式 就说去库存 但是行不行呢 我自己是很有保留 因为现在这个不是一件 你可以当是一件产品来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的供应是 就是现在的库存是很多的时候 即使你可能全部人都去住也好 那你基本上都是个性的 就是这个个性的情况 不是你说可能 纯粹靠一些民工啊 城市、城市、城市化 可以够缴得到的 另外你说现在内地的库存问题 一个比较上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其实你一二线城市 基本上这些问题是没有存在的 甚至乎你一二线城市 你要多库存的话 你要化解也真的很容易 因为这些城市本身 那个增长还是很快 那变成了住屋的需求量 其实依然是很大 但是问题是你说 现在内地方面 那库存最多的呢 就是从来这些三至五线城市 那这些城市本身 都基本上是 可能你可以说 之前是因为过分地投资 而出现了这个状况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 我经常都说 举个例子 可能好像那些 我以多资为例 那基本上 那楼的那个 叫我是 库存量 可能够用五年的 那你根本上 这些地方你不能解释 就是和你说 要搞这些的时候 你基本上要搞很多 可能一些配套的设施 但是很多东西 根本上都是未完善的 所以我想 不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你要 要硬去这样解释 我觉得其实 可能基本上 到最后 是一个 就是一个 次倍功半 所以就 我想这个问题 我自己会觉得 看法比较审神一点 但是你说 那些一二线 城市的问题 就真的不大 好 谢谢Stanley 我们再跟进 这个板块最新的造假 中国海外升百分之二 华引至地升百分之二 万科企业升百分之二 碧桂圆升百分之一 商务房地产升超过百分之二 挨禁百分之三 富力地产升百分之三 瓦居落靠滚 合景泰富升百分之二 六成中国升百分之二 恒大地产升百分之一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Stanley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持有? 没有持有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